刚才大家在那视频里面也看到了 那个三菱剑机 它里面有三个四通法 那么其实上次我拍那个视频之后 有讽则就问说 为什么这个机它有三个四通法啊 好我把这个图画到这黑板上了啊 这个四通法里面它是有三个的 ST是咱们的主四通法 用于制冷制热切换 ST2 ST3都属于辅助的电子捧场法 为什么这个机器设置的三菱剑机 要设置三个捧场法 其实他们这个设计也非常好 它把冷凝器封成了三个部分 咱们看一下冷凝器是单独的三个部分 当我们的实力机 它是一拖十三的机器啊 一拖十三 也就是说当我们的热敷和小的时候 也就是说实力机开的台数小的时候 OK 这两个四通法就不工作 这两个四通法不工作 那么咱们压缩机压出的高温高压器起 从这里进 从主四通法进 从哪里 从这里输出 咱们看一下 往后走 然后通过 咱们冷凝器的这一部分冷凝器 然后再通过 制热电子捧场法 截止法 使力机 制冷电子捧场法 蒸发器 截止法 就回到了这个主的 然后回到压缩机 OK 这是正常的一个状态 正常的状态 当咱们的热负荷 可能达到一半的时候 这个ST2也就工作了 ST2工作之后 咱们看一下 咱们压缩机压出的高温高压器起 就进了这两个 STST2 分别从哪里出来 分别从这里出来 这里出来 这两个冷凝器 就同时工作了 两个冷凝器进行一个散热 然后 和前面的原理是一样的 然后通过制热电子捧场法 到室内机 节流 洗热 又回到压缩机 当咱们机器整个全负荷用性时 ST3也采取工作了 ST3工作 你看 咱们的压缩机的高温高压的 气态制冷器 分别通过这三个 电子捧场阀 然后 汇聚到一起 都进了这个 都进了这个 室外机的冷凝器 然后 通过咱们的炙热电子捧场阀 到达室内机 这是制热的 制冷的一个状态下 那么制热的状态下 其实也是一样的 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这个膨胀阀呢 这个ST1和ST2 咱们看一下 这两个口是没有焊接的 它是堵死的 这两个口是堵堵的 直接拿堵帽堵死的 对吧 所以说 当咱们速度发切换到这边的时候 这边是不通的 这边是不通的 那么咱们再反过来看一下 制热 如果是制热 咱们制热情况下 你看 是不是都到这 都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 咱们主电子捧场阀切换 从这里输出 然后到达室内机 制冷 截止阀 然后 通过咱们制热 电子捧场阀 到10万斤冷击器 同样是热符合小的时候 它这一个小小的冷击器 已经够它吸热了 够它蒸发了 最终回到了主电子捧场阀 再回到压缩机的第一端 所以说 咱们这个系统的话 就是采用了三个电子捧场阀 采用了三个四通阀 采用了三个四通阀 这样的话 就 提高了 它的工作的一个效率 所以说 人家这个设置 人家这张设计 还是相当厉害 相当厉害 做得很精细化 把好多东西 都已经想进去了 这三个四通阀的原理 大概就是这样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拍到这 如果说 你在智能微信关注中 有什么问题 随时可以找我 喜欢我的视频 给我一个点赞 一个关注 感谢观看 再见